快晴空之下 夏的匂いがまた 僕を包む 欢迎大家收看马高司TV的马高司 承接上一条东北旅行片 去完福岛衰鹤村市看超人之后 大约4点钟就启程出发在工程院 下一日的目的地 就是石之心张太郎老师的故乡石卷市 于是由福岛自驾仙台市住一晚 然后第二天再出发去石卷市 到达仙台的时候已经天色入黑了 我们就去了吃晚饭 而仙台其中的美食名物就是牛舌 就去了一家叫牛舌料理閣的本店 其实在日本吃牛舌都不是便宜 一般就以多少多少块去计算 今次我又吃了六块 多谢成为3080日圆 大约179港元左右 正如相中看到真的挺厚肉 也燒至表面带点脆厚 而且油香也十足真的流口水 然后厚厚的牛舌吃到大点咬口 事关当晚已经很累了 已经不是拍片的心情了 所以就用相片去表达 吃饱饱之后就回酒店睡觉了 第二天出发去石卷市之前 就想着难得来到仙台 没理由就不去参观一下景点 打算去看看伊達正宗的骑马像 怎料上山后就发现维修中 原来近期发生过地震 搞到要做修补工程 心想真的够黑仔 难得来到也买手信 順便去神社求一支签 这里是一部求签机 也挺搞笑的 入了钱之后 有一只武士 他会咬着签交给你 而我这支签就是小吉 这个结果有点微妙 另外骑马像对出的仙台市景色 虽然不算是什么大城市美景 但是天气好又有蓝天的话 就怎样都漂亮 既然没得看伊達正宗 又没得Let's Party 那就要出发去石卷市 自驾游的沿途都经过崇岛 崇岛的景色是超级美 连同京都丹后之天桥立 和港岛远的宫岛 就合称成为日本三景 下次再来宫岛远的话 就要慢慢去参观重岛这个地方 在入汽浴之前 先吃了午餐 今次试试当地其中一款香土料理 就是鲑鱼亲子当 日文就是Harakomashi 即是三文鱼版的亲子当 又是一次过吃了别人全家 Harako 这个字 其实就是东北地区的方言 意思就是鲑鱼籽 每到秋季三文鱼为了铲鱼 就会积聚很多脂肪 于是就会特别肥美 那餐厅方面 今次就选了一间叫胡月亭 那现在进来铺铺 都挺和式的 整间铺铺 那外面就有这样的地方 这间餐厅无论外面还是里面 都好有一种古民居的感觉 由几位依依去经营这个餐厅 而餐厅就有多种配搭的定食选择 难得来到当然有食最豪华的 多种成为2145日圆 当然啦 贵有贵食便宜也有便宜食 那就不一定要配天婦罗 那我们现在简单看看有些什么吃 那这一个应该是前菜的植物 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应该是汁 这个就是类似面屎汤 跟着就有天婦罗 还有几个刺身 这一个就是福祉饭 一打开眼前就是很多粒的鲑鱼籽 另外三文鱼的鱼肉也挺多 至于味道方面 就很典型的日本传统味道 新鲜的鲑鱼籽每粒咬下去都会爆汁 然后铺底的饭就加入鲑鱼汤 蒸煮之后饭粒充满着鱼香 可能整个旅程里面吃得太多好东西 又吃这个超厚的炸猪扒和鸡白汤拉面 两个都是太经验了 于是这个就只属于中上程度的好味 就未至于有很大的惊喜 吃饱饱之后真的入气肉 石卷市和衰鹤村市一样 市内到处都是打卡位 因为石之心老师的作品 其实不止蒙面超人 所以街上还有其他作品的角色像 首先由车站做起点出发 沿路就能顺路看完所有角色像 中点站就是石之心漫画馆 整个设计和规划都非常对这个游客便利 这个就是JR石卷车站的出入口 今次不是坐电车 所以就拍不到 原来是有一辆特色的主题列车 首先车站已经有第一个角色像 就是人造人009的女主角 应该是003号 然后市面上这里的油桶 顶部全部都有不同的角色 这个就是其中一辆主题列车的模样 只是车站的长身玻璃位都已经够很漂亮 这道长的图案 就是第一集蒙面超人大战 这个蜘蛛蓝的场景 右下角还看到本香满和鹿村博士 就连景处的长身都印有这个老师的其中一套作品 就是这个机械刑事 由车站过马路向市内出发 这个位置就是EON对出的蒙面超人V3 这个V3还要是漫画版的经典造型 线条都比较圆滑一些 沿路上都有很多角色的像 这个应该是005号和001号 街上的灯柱都挂上不同颜色的挂布 绿色就是蒙面超人 然后还有黄色的电脑旗盒 和红色的人造人009 这个就是008号 走到十字路口位 便会看到主角的009号 接着就是004号 这个光头佬应该是007号 鬼面骑士也是经典角色 说实话这条街都很少路人 看来像是游客的都只有我们两个 还有这里的渠盖大部分都是小路宝 这个肥佬就是人造人006号 然后我们走到幼稚园的外面 眼见里面就是蒙面超人 不过始终都是私人地方 所以就不能乱进去 再走前一点就看到蒙面超人1号 这个同样都是漫画的造型 颜色上都比较鲜色 想当年大海啸冲击这个地方 四处的建筑物都烂了不少 但这个1号像竟然没有事 当年面对着海啸依然依然依然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Black 这个并非RX 而是漫画的造型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有脚趾 还有少少像火星二种的感觉 这个油桶上的小路宝也很可爱 这两个角色我真的不懂了 查回后就是1966年的 座母与史部密控 这个女孩就是1965年的 婉妃小月子 接着这个就是1974年的 猩猩王子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 就是经常想拿100分的小路宝 接着这个就是电脑旗盒的 黄色挂布 其实这个城市 就是用不同颜色的挂布去分区域 接着当然就是电脑旗盒 它的细节部位都挺漂亮的 对面就是电脑黑魔 这个黑魔就是举着把枪的 走前一点就会看到漫画神社 在正街上的转角位 由手信店的位置隔着海湾 就会看到石枝森漫画馆 要走过去就只有一条长长的桥 这个小小的黑魔的铜像 也很有型的 走到入去卖手信的地方 里面还有一个跳起的蒙面超人一号 走回出来也会看到 人造人009号的铜像 终于走到中点的石枝森漫画馆了 只是外面已经有很多影响打卡位 馆里面还有特色主题餐厅 有很多不同角色的餐点 这个就是老师设计的角色 一开始其实就是某作品的废案 后来就变成了地区英雄的 海之战士海斗 这个就是小路宝和钢铁老师 这里就连储物柜都比人漂亮 这个蒙面超人一号加旋风号也很棒 这个地方不停播出不同作品的主题曲 很容易就会中版权 入到大堂位置就已经超级兴奋了 右边就走上去参观 中间就是买票的接待柱 左边就是买手信的地方 大家买入场券的时候 就会附送一个入场券 file 至于手信店最后才看 走上一点就是一个蒙面超人的铜像 又是一个人气的打卡位 而且这里还有汽水机和扭蛋机 眼前的这么多漫画作品里面 大家有认识多少套呢 这个电脑其实变身的展示也挺有趣的 接着这个就展出了1号的机械内部 上到这个位置就是参观区域 展区就不可以拍片 所以接着用相片形式去分享 入口处首先就会看到人造人009的区域 接着就是最重点的蒙面超人区 就展出了历代超和拉带的头盔 中间还有超大的蒙面超人91号 我们就逐个头盔看看 首先就是蒙面超人1号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2号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V3 拉带盲 蒙面超人X 蒙面超人亚马逊 蒙面超人Stronger Skylider 蒙面超人Super One 蒙面超人Zekulose 蒙面超人Black 蒙面超人Black Rx 蒙面超人Zen 蒙面超人Zo 蒙面超人J 接着就是历代平成蒙面超人的头盔 首先就是蒙面超人古家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阿吉托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龙騎 蒙面超人Phyzzi 蒙面超人劍 蒙面超人响鬼 蒙面超人Karputo 我最喜欢的是蒙面超人电王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Kiba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低騎 接着就是平成二期的蒙面超人W 然後就是死鬼了的Odzu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Forge 接着就是美波BB 最喜欢蒙面超人Vizard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海姆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Drive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Ghost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Equzade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Builder 接着就是蒙面超人時王 接着就是令和蒙面超人Zero1 接着就是令和蒙面超人Zero1 接着就是我觉得一般的蒙面超人声音 接着就是两个蒙面超人做主角的蒙面超人Rewise 最后就是现在播放的蒙面超人Gizze 这一个就是蒙面超人的体感游戏 首先大家就要变身成为蒙面超人 然后跟着指示去活动身体 这里就设有三个付费玩的游戏区 想玩游戏就要买票 这三张就是三个游戏区的票 分别就是人造人009号 蒙面超人和小露宝 我只想玩蒙面超人 所以就买了中间那张 这一个就是蒙面超人的游戏 大家就可以坐上这个旋风号 前面的萤幕就是公路 你就要骑着电单车去走 骑上去之后就是这样的样子 对于大朋友来说 这架旋风号比较迷你 小朋友就刚好 拍出来就会这样的样子 玩完之后就继续参观 这里还有剪出多个漫画的海外版 看真一点也会看到蒙面超人那本 就应该是香港版写着蒙面超人 机械形式就是简体字版 接着电脑旗入区也很棒 有等身大的电脑旗放在胶囊里面 然后灯光不停点灭 很有实验室的感觉 其实石之心老师也创作了很多角色 最后就是海之战士海斗区域 这一套海斗其实有出漫画和特殊版 走到下一层就是图书馆 馆里面全部都是老师的漫画作品 真的很想坐下慢慢看 然后旁边就是特色主题餐厅 今天去到就一个人都没有 走出走廊就会看到当年海啸的现况照片 就会看到当时海啸破坏了很多东西 落地下就去买手信 这里的手信很多都是好看又未必好吃的 然后就是超多蒙面超人的精品 又有指头公仔 快脑和面具等等 就连海斗的软胶公仔都有 这个海斗就是这里的限定品 所以我也有买的 然后又有毛巾和毛公仔 还有贴纸 T恤都有很多款选择 然后现在日本也有征收这个胶袋税 我觉得这里的胶袋很有收藏价值 所以价钱也无所谓 好了 很快就完成了整个石卷市的胜地巡游 原本DRIVE 里面的托拉托隆那辆车 就摆放在漫画馆的前面被人参观 可惜我去的时候 刚巧就拿去其他地方剪出 最近又继续放在馆前剪出 真的有点可惜 还有补充多一点 由JR石卷站开始 就有不少角色像可以打卡 我其实就流了说车站里面 原来都有两个 分别就是人组人009号和002号 最后就说一下石卷市的交通 由仙台车站坐JR电车 乘搭JR东北本线的小牛田行 去到小牛田站再转线 乘搭JR石卷市的旅村行 乘搭7个站就会去到石卷站 乘搭时间合共大约90分钟 而车费是858日圆 香港本身没有直航机去仙台 所以你都要去东京下机 然后坐新缸线去仙台 时间大约2个小时 车费大约1万日圆 我建议东京下机就留在上野一天 然后到仙台市都可以玩3至4天 石卷市我就觉得留一天已经足够了 希望大家看完今次这条影片之后 大家都会想去当地参观 今次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现在这个频道就是超感谢功能 如果大家又能有相支持的话 欢迎大家复加5元或10元 大家的支持绝对制作的动力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给我点赞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 喆ss 嘛 başk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